板桥区的巨安里成立了银法俱乐部 在这里除了是长辈的聚会好地点之外呢 里长也会来举办共餐 邀请阿公阿嬷欢喜来吃饭 巨安里银法族俱乐部正热闹 中午时刻志工有好手艺端出了好料理 香喷喷的味道真的是让人胃口大开 大家互相帮忙盛菜装汤 坐下来吃饭配味 好像回到大家庭的时代 能够聚在一起吃个饭 很好吃 比外面的味道更好吃 大家吃很趣 对啊 这老朋友大家开工 有没有很趣 有啊 没问题 大家吃吃吃感情有好吗 有啊 比出的更老人 我们感情大家都很好 欢迎这个银法主委来这里参加 新任里长蔡世川服务用心凝聚社区邻里共事 成立银法俱乐部 把阿公阿嬷集合起来 把办公室当成是他们聊天聚会 还有共餐的举办地点 让他们能够在这里开心的跟大家作伴 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关怀 里长跟我 我们会想要办这个老人共餐 是因为呢 我们有一个想法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 老了以后呢 年轻人在外面工作 中午时间 老人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家里 也不知道要吃什么 然后呢 然后营养呢 也都没有均衡 所以呢 老人的病痛会越来越多 然后运动也少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老人走出家庭 来到社区里 或者我们的里内 现在呢 在我们的聚安里这个办公处里面 我们有老人共餐 让老人来这边做做运动 看看影片 下下棋 然后又一起吃饭 让老人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台湾进入高龄化的社会 除了政府单位有相关政策之外 在社区环境当中 基层里长更是要把握机会 营造环境 办好活动 好好地照顾阿公阿嬷 让他们都开心 中佳新北新闻 板桥采访报导